好,您再開一下麥,我剛才靜了一下音。 我的麥克,還沒開。 重新開一下麥。 聽到嗎? 好的,聽到了。抱歉。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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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ṣṇavibhyo namo nama Jai Śri Kṛṣṇa Chaitanya Prabhu Nityānanda Shriya Dvaita Gadhādhār Śrīva Sati Gaur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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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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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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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我們繼續學習的是聖典博教法談第六篇的第十章 之前我們瞭解到的半死人和惡魔之間有一場大戰 然后伴世人去寻找了主威士鲁,寻求他的帮助。 伴世人面对的是一个身体非常巨大的一个恶魔,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庞大的一个恶魔,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他,如何去打败他。 所以他们去找了主威士鲁,主威士鲁告诉伴世人说, 我不将准备帮助理,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去打败这个伴世人, 你们自己要去打败这个伴世人,我不会去杀掉这个伴世人, 你们自己去杀掉这个伴世人。 主威士鲁告诉伴世人,你们可以去找一个圣人,他叫打败气, 你可以用他的骨头去作战。 于是伴世人遵循命令去寻找打败气, 问打败气,我们是否可以从你的躯体里拿走你的骨头, 能否见你的骨头一用。 所以达迪气也想从伴世人那里聆听一些哲学。 所以他告诉伴世人, 你知,这个躯体是我们最依附的东西。 达迪气就告诉伴世人说, 你们应该都了解,这个躯体是我们最依附的东西。 伴世人回复说,我们知道您是非常富裕而且非常苦行的人。 你是喜欢帮助他人的。 你知道我们是处于困难之中,而且我们也需要您的帮助。 达迪气就说,好的,虽然我知道我非常依附我的躯体, 但是我应该把我的躯体奉献给你。 因为我们应该为了恰当的目的,对于他人表示怜悯之心。 在将来的某一天,或长或短,有一天我们必须得放弃我们的这个躯体。 达迪气说,在有一天我们的躯体会被豺狼和狗吃掉。 这个躯体实际上并没有对我特别的有用。 因为我真正的身份是灵魂。 我只是短暂地使用这个躯体而已。 任何时候我都有可能放弃我的躯体。 在某一刻我就必须放弃我的躯体,我也得放弃我的财产。 我必须放弃我的亲戚。 我必须放弃我的所有财富,我的亲戚。 那么最好我应该利用好一切,为了他人的福利去利用好这一切。 如果我不能利用这一切去为了他人谋福利的话,这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源泉。 在圣典博迦瓦坛,主 Krishna 也给了同样的说法。 主 Krishna 看见一个树,而且他觉得这个树非常非常的,他为他人做了太多的服务。 这个树给予果实,给予庇护,还给予花。 有一天早上,主 Krishna 身边的这些木榴童想去,想去那些婆罗们那里去吃。 要一些东西,但是这些,这个婆罗们,这些婆罗们并没有给这些木榴童任何的东西。 他们想要,木榴童们想要一些食物,因为他们没有吃早餐。 但是,但是这些婆罗们没有给任何东西。 实际上,婆罗们他们是有很多的食物的。 所以主 Krishna 告诉这些木榴童们,说你们去找婆罗们的那些妻子。 so at that time, all the brahmana's wives came running with the food, brought it to Krishna and Balarama. 于是婆罗们的这些妻子就追着,赶着要把所有的这些食物去给 Krishna和 Balarama,还有这些木榴童的。 so it's stated in the Srimad Bhagavatam, etavaj janmasapavyam dehinam ehadeheshu praner-artir-diyavacca-sraya-acharanam-sadha. so it's a duty of every living being to do welfare activities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每一位生物都应该利用好他的一切,为他人的利益和福利进行活动。 他可以用他的生命、财富、智信或者语言为他人的利益而做一些福利活动。 这是人生的使命。 人自身的躯体和他的朋友以及亲戚的躯体以及自己的财富和拥有的一切。 应该为他人谋福利。 这同样也是诸采坦尼亚马法普的食欲。 这个在永恒的采坦尼亚经中有所论述。 每一位投身在巴达巴沙之地或者印度之地的这些人应该让他的生命得到成功。 他应该为所有其他人的利益而工作。 出生在巴达巴沙之地或印度之地的人是一个特别的人词。 因为他们有机会获得Krishna之觉。 所以, Lord Chaitanya, when he talks about this, he uses a special word, which means helping others. We should help others. It says, Paraupakara Paraupakara 就是说要帮助他人。 在人类社会中有许多帮助其他人的慈善机构。 就像如果你去加尔哥达,你也会发现那里有很多的慈善主义机构。 。 You've got mother Teresa, her people were there. Before she was alive, she's left the body now, but she used to be there. Mother Teresa, she did a lot of work, taking care of the poor, the sick people, people in the street, nowhere to live. 就像在加尔哥达有比较著名的克雷莎母亲。 她曾经在那里做了很多的工作,那里也有她的机构。 她曾经帮助街上的那些非常贫困的人,帮助他们。 给了他们很多的救助。 还有其他的很多类似的机构和社会也做类似这样的工作。 他们在试着帮助其他人, 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 他们在试着帮助其他人。 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对于其他人有所帮助。 他们把食物放到这些人的胃里面。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们应该理解到生命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人生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取悦之尊主。 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些社会工作,一些福利工作,这并不是人生的真正使命,真正目标。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这些活动。 做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去取悦之尊主。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工作就是完美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工作就是完美的。 但是如果我们做这些工作没有Krishna知觉的话,这是没有用的。 Krishna has to be in the center of all of our activities. Krishna应该在我们所有的活动中是中心地位。 If Krishna is not there, then there's no benefit for the people. 如果Krishna不在那里的话,那么这样的活动对于那些人没有真正的价值。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如何去给予他人真正的利益。 如果我们想要给别人食物的话,我们应该给予别人Krishna and Prasada。 我们要告诉别人,这是Krishna的Prasada。 这是供奉给Krishna的食物,是非常特别的食物。 而且我们想要让那些能吃到Krishna,Prasada的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唱颂Krishna的圣名。 是的,如果你想要吃这些食物的话,你先得唱颂Krishna的圣名。 我们就这样让人们和Krishna有所连接。 就像在印度我们有医院。 在这个医院的任何的一个角落,或者说任何医院的一个角落。 任何的地方,任何时间,他们都在播放着Hare Krishna Mantala,人们都可以听到Hare Krishna Mantala。 而且所有的这些病人吃到的食物也是Krishna Prasada。 他们也得到很多和奉献,他们得到和奉献者的很多的联谊。 他把第一期目的准备放弃他的躯体,为了半生人的福。 他知道他自己是灵性的灵魂。 他把自己置于至尊人格手上的年花足下。 然后他放弃了他的五种元素构成的粗糙的物质躯体。 就像Dhritarashtra 离开躯体的这一个事情,这个事情被描述在圣典伯家网谈的第一篇。 Dhritarashtra 和他的兄弟 Vedura 去到了森林。 Vedura 是他的兄弟。 在这个时候,Dhritarashtra 实际上已经比较老了,几乎要快死了。 Dhritarashtra 于是就去到森林。 他把他的粗糙的物质躯体分成五种不同的元素。 这五种元素是土、水、火、空气、以太。 他把这些元素分给这些元素的各个的储层属。 也就是说,他将这五种元素融入到原始的Mahatattva之中。 他把他的灵魂从物质的粘系之中分离出来。 他也把自己置于至尊人格守神的年花足像。 They gave an example about this. The example is about a clay pot, and when the clay pot is broken. 还有同样一个类似的类比的例子, 就像一个罐子被打破的时候。 A clay pot,Earthen pot is made of mud, you know,so when it's broken, there's some air within the pot. Or there's some ether,some sky within the pot. Ether, right? Sky. 因为当罐子被打破的时候, 这个罐子是由泥土构成的。 当罐子被打破的时候, 它的以太,它的空间就和外部的空间融合在一起。 So that little bit of sky which is in the pot gets united with the sky outside the pot. 因此,罐子中的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以太部分, 就与罐子外面的天空融合在一起。 So the mayavadis,they don't understand this example properly. 非人格mayavadi主义者, 他们误解了圣典博迦瓦潭的这个描述。 这个例子是圣典博迦瓦潭所给出的。 So Ramanuja Acharya, he has described this in his book. Ramanuja Acharya在他的书中描述了这个例子。 Ramanuja Acharya在他的书中描述的灵魂的融合并不和 和mayavadi所描述的是不一样的。 当灵魂从躯体之中分离出来的时候, 这个躯体是由八种元素组成, 八种元素是五种元素组成, 八种元素是五种元素组成。 当灵魂从躯体之中分离出来的时候, 这个躯体是由八种元素组成。 八种元素是五种元素组成。 三种粗糙的元素和三种精微的元素。 三种的精微元素是假我、心意和智性。 这一个独立的个体灵魂就开始从事奉献福了。 各体灵魂就以它永恒的身份和位置去从事对至尊人格受神的奉献服务。 各体灵魂在灵魂世界有它永恒的形体。 当你放弃掉你的物质的覆盖和物质的躯体之后, 它就可以从事完全纯粹的奉献服务。 有物质的... 为什么有物质的世界啊? 物质元素的物质原因吸收了物质虚体。 在那个时候,灵魂就恢复它原初的形体。 它原初的形体或地位是主Krishna的永恒的仆人的地位。 所以,当我们得到物质虚体之后,我们得到物质虚体之后,我们得到灵魂的知识。 同时,也应该从事奉献服务。 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程序。 就像达迪奇,他放弃了他的躯体。 他也控制着他的感官。 他控制着他的生命力,心意,智性。 他非常的专注。 变得非常的专注。 变得非常的神定。 他斩断所有的物质粘系。 他甚至感觉不到他的物质躯体如何与他自我分离。 因为他处于神定之中,所以对他的躯体没有感知。 。 主 Krishna在伯家梵歌中也这么说,如果有人在死亡之刻能够记着我,他能够回到我的北京。 Krishna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在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应该练习。 因为我们即将在那个死亡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那个时候会非常的害怕,所以我们需要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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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最高的瑜伽系统。 主 Krishna 在伯家梵歌中讲述了最高的瑜伽诗是奉爱的瑜伽诗。 主 Krishna 在伯家梵歌中描述了谁对我信仰坚定,常处我之中。 在怀着超然的爱心崇拜着我这样的人。 这样他就通过瑜伽的方式和 Krishna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是最高的,所有之中最高的。 一个奉爱瑜伽诗,他总是想着 Krishna。 因此在死亡之刻,他能够立即被转移到 Krishna那里去。 他甚至察觉不到他死亡的痛苦。 所以达迪奇就这样放弃了他的躯体。 所以他就这样拿到了打迪奇的躯体,拿到了他的骨头所制成的霹雳。 这个骨头所制成的霹雳是由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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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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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還充滿著至尊人格守神的力量。 Indra坐在他的坐跡Airavata的背上,就是大象,這個大象的背上。 他被所有的半聖人緩繞著,所有偉大的聖人都向他供奉祷文。 就這樣,Indra取悅了三個世界。 他準備去殺Vritasura。 就像在過去,Rudra對Yamaraji非常地憤怒。 同樣地,這次,Indra被殺到Vritasura。 同樣地,這次Indra對Vritasura也非常地憤怒。 他將要去攻擊Vritasura。 而Vritasura被所有這些樂魔軍隊的擬秀所圍繞著。 所以,要殺掉Vritasura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方是有力量的伴使人,另一方是非常有力量的惡魔們。 主持人,主持人曾經對Yamaraji也非常地憤怒。 但是,他當時殺不了Yamaraji。 在Satya Yuga的末尾和Theta Yuga的初期, 在這個河岸半世人和惡魔之間有一場巨大的戰鬥。 這場戰爭發生在Narmada河岸。 這場戰爭發生在Narmada河岸。 哦,Narmada河在南印度的這個Narmada河, 跟這裏所指的不是同一條河。 這裏所提的Narmada河是在高等星秀的這個河。 在印度是有一些非常神秘的神聖的河。 有五條神聖的聖河。 Ganga,Yamuna,Narmada,Kaveri,Krishna。 Ganga,Yamuna,Narmada,Kaveri,Krishna。 這些都是很特別的河流。 當然,有時候我們會說其他名字。 有時候我們會說,Ganga,Yamuna,Yaychaiva,Kodavari,Sarasatim,Narmada,Sindu,Kaveri,Jalesman,Sanajamkuru。 所以我們會說,當我們會說,Ganga,Yamuna,Kodavari,Narmada,Sindu,Kaveri。 有點不同的名字在這裡。 就像我們在沐浴的時候會唸,Guru唸的這個漫頭龍。 那裏所提到的Ganga,Yamuna,Narmada,Sindu,Kaveri等等,和這裡所說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橫河和Narmada河也都流進高等的星球。 在很久以前,半神人和樂魔之間發生的這場戰爭也在高等星球。 這個戰爭也是發生在高等星球。 這個戰爭是在第一個年代的開始。 其實是在第一個年代的開始。 說的是在Vaivasvata-manu。 在主Brahma的一天有十四位manu。 我們現在就在Vaivasvata-manu。 在主Brahma的第一天有十四位manu。 在主Brahma的第一天有十四位manu。 第一位manu是Svayambuva-manu。 每一位manu活七十一個年代。 每一位manu活七十一個年代。 四個yoga是Satya-yoga,Trita-yoga,Dvapa-yoga和Kani-yoga。 構成一個年代。 我們現在正處在Vaivasvata-manu。 這個也在伯家梵歌中所提到。 我們現在正處在Vaivasvata-manu的第二十八個年代。 我們處在Vaivasvata-manu的第二十八個年代中。 所以每一位manu活七十八個年代。 你會分析四十一千。 你會分析多少年代。 每一位manu活七十八個年代。 你會分析四十三十一千。 四十四個年代,然後乘以一千。 所以你會分析多少年代。 這樣你就知道每一個manu有多少年。 現在我們處在Vaivasvata-manu的第二十八個年代。 但是這個戰爭, 這個戰爭是在Vaivasvata-manu的第一十八個年代。 這場就是我們伯家瓦談這裡描述的這個半神惡魔之間的這個戰爭, 是發生在Vaivasvata-manu的第一個年代。 所以我們將算一算這個戰爭是發生在很久很久之前。 因為每一個年代是四百三十萬年。 我們現在處在的是二十八個年代。 所以有一兩千零四十萬年。 這個是從在Namada河岸半神惡魔之間的這個戰爭到現在就是過了一億兩千零四十萬年。 這個也不是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是發生在高等星球。 所有的惡魔都來到了這個戰場上。 他們的領導是Vita-sura。 他們看到Indra拿著他的武器,這個由骨頭做成的霹靂。 他身邊也被很多不同的半神所環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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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Yaksha,Rakshas。 他們都択著Indra的軍隊。 事實上他們要去跟半神打仗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Indra也是很有力量。 他們之中有非常偉大的惡魔。 有很多很多這些惡魔。 Namuchi,Sambhara,Anarva,Dvimurta,Ribhasasura,Hayagriva,Sankushira,Vipraciti,Ayomukha,Puloma,Vrishaparva,Praheti,Heti andUkkala。 有這些惡魔中有。 Namuchi,Sambhara,Anarva,Dvimurta,Rishama,Asura,Hayagriva,Sankushira,Vipraciti,Ayomukha,Puloma,Vrishaparva,Paheti,Heti andUkkala。 這些惡魔也發出了一些巨大的噪聲。 這些聲響就像獅子發出了吼聲一樣。 他們都穿著黃金之城的衣服。 他們用的這些武器給半世人帶來了很多的痛苦。 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武器,比如棒、大頭棒、劍、帶刺的標、木錘、長矛等等這些武器。 這些惡魔就用這些武器去和半世人作戰。 他們在各個方向去攻擊半世人。 他們在各個方向去攻擊半世人。 就像天空中的這些星星,如果有很多的雲的話,我們就看不見它。 同樣的半世人也被所有的這些劍雲所覆蓋。 they couldn't be seen. 就相当于万箭齐发的那种状态 然后这个形成的一个箭网 箭云 办事人就被遮蔽了 看不见办事人 就说明这个箭非常非常的多 这么多的箭都射向了办事人 有各式各样的武器和箭 都准备去消灭办事人 各种各样的武器都未能 但是未能到达办事人那里去 就是当这些武器要到他那里去的时候 行动迅速的办事人很快的就把这些武器切成碎片 就是这些恶魔攻击半身的时候 除了这些武器还有各种各样的曼陀罗 当这些武器用过去的时候 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曼陀罗针对这些办事人 当前面这些武器不行的时候 恶魔就开始用树啊石头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开始砸向办事人 半身人也非常的有力量 他们把所有的这些碎石切成碎片 利用他们的这些曼陀罗 把所有的这些武器 攻击来的武器都切成碎片 在还没有到达到半身人之前 在半空之中 这些武器都变成了碎片 都失去了效力 所以 当恶魔看到半身人 他们是如此专业的时候 当恶魔看到半身人 他们是如此的专业 非常专业的时候 甚至没有一个半生人损伤。 恶魔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去攻击半生人,但是这些半生人都毫发无损。 就当这些恶魔看到他们没有损伤的时候,恶魔也开始变得非常害怕。 因为他们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甚至包括树木,石头,山峰,他们都砸向这些半生人的时候,根本就伤害不了这些半生人。 这个就好比一个非常低微的,卑微的这个人,微不足道的人,他用一些非常低烈的语言去攻击指责圣人的时候。 他们用非常愤怒的语言去反抗指责圣人的时候。 他们指责这些圣人做了一些错事。 即便这个圣人什么都没做,这些圣人还是会被这些低烈的人所指责。 这些圣人或者奉献者,他们不会被这些各种各样低烈的语言所打扰。他们保持着平静。 同样的道理,当这些恶魔去攻击伤人的时候,他们的努力也是毫无用处的。 因为半生人是在主Krishna的庇护之下,所以这些恶魔是无法伤害他们。 在孟加拉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 孟加拉的谚语是这么说的。 假如有一头秃鹰去诅咒一头母流,诅咒这个母流死。 这样的咒语,这样的诅咒不会有效。 同样的道理,那些恶魔,就是有的非常恶意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去诅咒Krishna。 伴神人也是主Krishna的奉献者。 这样的诅咒不会有任何的效果。 伴神人也是主Krishna的奉献者。 因此当恶魔去诅咒伴神人的时候也是没有效果的。 是有任何问题吗? 让我询问。 是的。 真的吗? 是的,这里有些问题。 好的,什么问题吗? 好的。 我们现在先听到这儿,现在开始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Candra Vinasini Dasi. HaryaKrishna Guru,请接受我。 Guru Day,请接受我卑微的顶拜。 顶拜您的年华祖,一千人为鬼神啪不得。 请教你。 你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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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r Nidra 的意思是没有睡眠的意思 他想知道什么意思 对 他就想知道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Near Nidra and the NIRJAL The other word is NIRJ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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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RJAL的意思是没有水 NIRJAL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words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sleep and water Yeah big difference NIRJ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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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sGuru'sLotusFader how to become detachment detached from uh not attached to this body sometimes have some disease with this body and uh always have some disturb and uh in the morning uh when i do japa i can't have so much intense attention so how to make my mind become very calm and chant japa well you you want to listen to more kirtan 你可以多去聆听 kirtan唱颂 这聆听唱颂的时候会让你的心意平静下来 when you chant you have to keep chanting don't worry just keep chanting and by practicing chanting gradually you'll become detached from the body 当你念诵的时候你要保持一直念下去 当你持续的念诵的时候逐渐逐渐的你就会不再依附这个躯体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物质躯体 我们都会有疾病 我们都我们的物质躯体都会死亡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有你这样问题的人不是你一个人 我们都有这样的物质躯体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练习去准备 为了死亡这一刻 我们要去练习和准备 准备好死亡 我们需要练习去念诵每一天 我们需要练习着去念诵每一天 利用好每一刻去念诵 利用好每一刻去念诵 当你没有念诵的时候你可以去聆听其他人唱诵 你可以去听他人的念诵 唱诵 听帕帕德的念诵 唱诵 可以去播放这个唱诵 保持耐心 也要保持好你的决心 保持好念诵 保持耐心 也要保持好你的决心 保持好念诵 保持好念诵 我们不幸运的 我们得到的是最好的程序 我们可以念诵圣诵 我们只需要保持念诵 你保持好念诵 逐渐的 你也可以感知到Krishna 因为Krishna 就在你的心里 他是和你在一起的 他会和你在一起的 他会和你在一起 你 给你帮助 这个是福音 作诵 是你 所以你毫无疑不得点 别有疑惑 别有疑惑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做最好的东西 这个是你 明白吗 你可以做最好的方面 有最好的考验 你能做最好的程序 最好的方式 有最好的几点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该有更好的方式 该用我们使用我们时间 对我们喊祂多语位置信号 但是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方法能够运用好你的时间 就是我们就是最好的 就是能够运用你的时间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念诵 就像Pariqshit Maharaj 他只有七天的时间他就要离开这个区域了 他是怎么样利用他的时间呢 他只是聆听和畅速 我们今天也聆听到关于达迪奇的故事 达迪奇他放弃了他的躯体 这些半神想要他的躯体 他说好吧我就把我的躯体给你 你去用我的骨头去作战 所以我们也在运用我们的躯体去为了Krishna 所以就一直保持着运用你的躯体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躯体并不属于我们 他是属于主Krishna 所以保持念诵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没有任何好害怕 我们有最好的庇护所 Krishna is with us 主Krishna和我们在一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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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question from Jai Govinda David Darcy Dimbai Guru 和翻译 不同的星球和不同的年代 都会有战争是吗 请问发生这些战争的意义何在 I think have two parts A basis to Guru And in the different plant And the different millennials They have the different wars Is that right? And then she asks What's the meaningful of this war?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war? Yeah Between the demigods and the demons Yeah Yes Well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war? There's always quarrel Between these two people The demigods and the demons 就是在半神人和恶魔之间 他们总是有争吵 The demons are always trying to conquer over the demigods The demigods They are given the charge of the universe They are in charge of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universe Like Indrus in charge of rain Vayus in charge of the wind And Cuverus The treasurer In charge of the wealth 而半神人掌管着宇宙的所有的这些各个部门的管理 比如说 Injra Injra 掌管的是这个雨 Kuver 掌管的是财富 Vayu 掌管的是风 所以不同的半神人掌管着物质特性的不同的方面 半神人住在天堂 住在高等的星球上 But the demons they live in the lower planets In the dark region of the universe In the dark region of the universe In the bottom of the universe In the bottom of the universe 所以有一些时候 这些恶魔就想去征服半神 想掌管整个星球 他们对于他们居住在这么黑暗的地方 并不感到满意快乐 即便他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珠宝 这些珠宝也散发着光芒 照亮着他们的一切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财富 但是他们并不满意 而且他们就想去和半神人打仗 而且他们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有一些时候他们和半神人会合作 就像他们和半神人一起合作 在搅拌着干露的一样 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就会打仗 伴神人他们是遵循着训事的 但是恶魔他们并不遵循至尊主的训事 然后她问 现在有些战争 有些战争 所以什么差别是这个战争 和战争 和战争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 是由于政治的这种问题 有一些国家想比其他的国家更为的强大 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想成为一个控制者 暗神人和恶魔之间也有战争 这些战争 也没有和今天的这个战争 也没有太多的区别 是一种政治 暗神人的领导 他想控制 恶魔的领导 他也想控制 如果在伴神人和恶魔之间发生的这种战争 通常情况下主Vishnu会帮助伴神人去打败恶魔 因为伴神人在帮助着至尊主管理这个物质世界 帮助着至尊主维系这个物质世界 维系着这个世界 对于尊主 对于尊主 那是尊主 尊主 to krishna the guru and the devotees is it a parada and what karmic reactions would there be for it if he does not fulfill the promise for not good reason for not good for no good reason if it is because of the laziness pride or in this play hari krishna guru mahali 请接受我卑微的顶拜一千楼亚归于圣怕无怕得 如果一个奉献者并不履行他呃他承诺给 krishna 的这个服务的话 这个 guru 或者这个凤这个奉献者是一个冒犯吗 this is the first yes first part the devotee is an offender 是的 这个奉献者是一个冒犯者 just like when we take initiation we promise that we will do the same things 嗯 就像我们在启迪的时候我们会承诺 right we promised that we'll follow four principles we promise we'll change sixteen rounds 我们承诺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承诺念诵十六圈 if we don't keep our promise then it's an offense 如果我们不遵循这个承诺的话这是一个冒犯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冒犯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灭爆反应呢 这个取决于他的冒犯有多么的严重 it will depend if he did it deliberately and does he do it all the time regularly is he always committing the offense again and again then it becomes very serious 如果他总是这么做 这将就是说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持续地这么做 这将会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but if it's not if it's just one time he didn't and then did it without he didn't do it on purpose it was just some bad habit he had he just did it without thinking so then krishna can forgive him 如果他这么做只是他由于他的过往的这种坏习惯 他做的时候没有没有太太多的去思考 那么如果他这么偶尔去做做的话krishna 会原谅他 if he doesn't fulfill the promise for no good reason if it is because of laziness pride in this discipline yeah what's the question this is the third part that i think the second part and third part are some connection what karmic reactions would there be for it if he doesn't fulfill the promise for no good reason if it because of laziness pride and indiscipline yes and it's more serious 如果就是说他的第三部分就是说如果他 做这些坏的这些事情或者说不遵循他的承诺是没有任何好的理由 或者说只是由于他的难度 骄傲或不遵循规范 所以 这个顾虚的回答是说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这个夜暴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说逐渐地他会失去他对奉爱服务的品位 人们 然后时间一到他就会离开 Krishna 知觉 因为他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冒犯 因此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做那么多的冒犯 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 这会把你从Krishna 知觉之中带走 而且也会把你从Krishna 的奉献者之中带走 让你离开Krishna 知觉 离开奉献者 因此要特别的小心 next question next question from Persa Persa Per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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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拜 顶拜所有的奉献者 我的儿子明年考大学 我想 Guru 明是我如何去做能帮助的儿子 感恩 Guru A basis to Guru And all the devotees My son will Go to the university Next year I want guru Give me some instructions So how can I do to help my son Help your son Yeah how can I do Then I can help my son Well you have to be a good devotee of Krishna 你要成为Krishna的一个好的奉献者 Want to help your son Show him that a good example 如果你想帮助你的儿子的话 你得做好一个榜样 Don't be lazy Wake up in the morning Chant Hare Krishna 不要懒惰 早早的起床 念诵 Hare Krishna Make nice Persadam Offer to Krishna 做好的菩萨的供奉给Krishna You should You should time Spare time To read about To read the books About Krishna 运用好你的时间 运用好你的时间 去阅读Krishna的书籍 运用好你的时间 去阅读Krishna的书籍 你如果想要帮助你的儿子 那你就成为一个好的奉献者 如果你不能拯救你的儿子 帮助你的儿子或者解脱 这并不好 经典说 如果你不能拯救你的儿子 不能从生死之中解救你的儿子 摆脱这个生死的话 那你最好不要成为父亲或母亲 OK OK Next question from Gati Prada 深深的顶拜进来的Guru Day 念诵少词漏词 怎么样改正练习这一点 心意无法专注时 可以强迫自己 边念诵边想着主Krishna的形象吗 A basis to my dear Guru Day And when I chanting some lack of the word So how can I correct this problem Now you have to chant slower so that you can pronounce all the words 如果你念诵少词漏词的话 你可以念诵的比较慢一点 这样你可以准确的发出所有的音 And you have to chant louder So it's clear you can hear every word 而且你要念诵大声 这样你可以清晰的听到你发的每一个声 When I chanting I can't concentrate So can I force my When I chanting can I force myself chant One way I chant Another way I think in the form of the Lord Krishna Well that's not really recommended in the beginning You can't force yourself to think of the form of Krishna The form of Krishna should come in you to your mind naturally Not by force If you think of the holy you should hear the holy name Hear the holy name Then within the holy name Then within the holy name the form of Krishna is there Ni 应该 聆听主的圣明 而在主的圣明之中 Zu Krishna的形象就在主的圣明之中 Within the holy name the form of Krishna is there And the qualities of Krishna and the pastimes of Krishna Everything is there in the holy name Zu Krishna的圣明之中包括主的形象形体 The holy name Inci你要去聆听主的圣明 Next question Yes Next question from Vaishna Vivani Hare Krishna Guru Maharaji When great devotee die Is that they didn't feel any pain Because they fixed the mind 通常情况下 Han自然的 我们是有一些疼痛的 But devotee will concentrate on hearing the holy name And remembering Krishna Danshi 主的 Krishna的奉献者 Wai 让自己专注于去聆听主 Krishna的圣明 去想着主 Krishna We have to prepare ourselves to hear the holy name When Prabhupada was leaving the body He had all the devotees in his room Chanting for him We have to prepare ourselves to hear the holy name We have to prepare ourselves to hear the holy name 去记着 Krishna 记着 Krishna的圣明 当帕帕 圣帕帕德离开躯体的时候 所有的奉献者在他的身边唱颂着圣明 So Larkirtan was going on All the devotees were singing 很大声的唱颂在持续着进行着 所有的奉献者都在唱颂 这是一个离开躯体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奉献者下一身要去到什么地方 这个取决于他 到底是什么激励着他 什么鼓励着他 他的目标是想要 到什么地方 这是关于他下一身 有一些奉献者准备着他自己 就是说 他想从事一些特别的服务 有一些奉献者想加入到主 Chantania的Sankirtan的运动之中 有一些奉献者想加入到狗皮木牛姑娘之中 想给Srimati Radharani 给她做一些装饰 有一些奉献者想加入到狗皮木牛姑娘之中 想给Srimati Radharani 给她做一些装饰 有一些奉献者就想和母牛呆在一起 想和Krishna放母牛童的那个母牛呆在一起 不是所有的奉献者都想去Goloka的 有一些奉献者他想去Vyakuntha 所以有一些特别的适合时光也发生着 就像Devahutti和Krishna 他们的适合时光也一直在上面 所以有一些特别的适合时光也发生着 就像Devahutti和Krishna 他们的适合时光也一直在上面 Bishma David,老祖父,他去到的星球是主 Krishna 駕着马车的那个形象。 因为老祖父Bishma,他总是冥想着主 Krishna 的那个逍遥时光。 所以奉献者,类型不同的奉献者,他类型有一些不同的鼓励或者激励, 他到底受到哪一种鼓励,他在死之前,他就会去想着那种特定的情况去激励着他,鼓励他去往下一身的目的地。 OK。 OK。 Next question from Jay Gowinda, David Darcy,禀拜,亲爱的Guru,要迎来年底派书马拉松。 对于一个启迪不久的启迪不久的奉献者,也想要大量的派发书籍,请问我需要做哪些充分的准备? 请求Guru给我祝福。谢谢。 Abeasance to Dear Guru Mahara Guru, In the end of the year, there is a coming event of the distributing the book, so the marathon of the distributing the book. So as a new devotee, just initiate a new devotee, I also want to distribute a lot of the books, so what should I prepare for this? And I request the guru give me blessing, thank you. OK, this is very nice, I'm very happy to hear you're planning to go and distribute books, very good. 这是非常好的,我听到你要去派发书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It's a very good way to make spiritual advancement. 而且这也是一个能够让灵性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So you should prepare yourself to be tolerant and humble. 你应该做如何的准备呢?就让自己谦卑和容忍。 But you're such a nice person, I'm sure any gentleman will be happy to get a book from you.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我想那些绅士们都会想要从你这儿得到一本书。 So we wish you all good fortune in your efforts to distribute books. 我们祝福你,在你做的任何一份努力的时候都会有好,祝福你。 就是说,在任何一份努力都非常好。 It'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Prabhu Padua wants all the devotees in our movement to learn how to distribute books. Prabhu Padua希望我们运动之中的所有的奉献者都学习如何去派一派书籍。 So I think you can do very well. 我认为你可以做得很好。 Just remember Lord Chaitanya's teachings,to think of ourself lower than a strong street,and to be more tolerant than a tree,and to offer all respect to others,and don't expect any respect for yourself. 只是冥想着主塔塔尼亚告诉给我们的,像大树一样宽容,像认为自己比较悲,像小草一样谦卑,然后去不要祈求别人的尊敬,同时尊敬所有的人。 It's a very,it'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in going for Sankirtan. 这个是在你做Sankirtan 运动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OK。 OK。 Next question,I didn't know who gave the question. A basis to顶拜 guru,我的老公昨天,我的老公公昨天离开了躯体。 现在,我能做一些什么对他最好呢? 谢谢翻译。 A basis to guru,I think my father in law yesterday leaving the body. Now what can I do for him? Thank you. Well,you can do the there's many things you can do for your father. 你可以为他做很多的事情。 One thing you can do is to invite devotees and have a feast in his honor. 你可以邀请所有的奉献者然后以你以他的名义去邀请所有的奉献者去给奉献者准备这个大餐。 All right.If you can do it there,you can tell us and we can help you do it here. 如果你不能在那儿做的话,你可以让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 And another thing you can do is you can get some books and you can give them out to people in honor of your father in law. 另外一个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也可以买一些书,然后以你以你这个老公公的名义,以他的名义去把这个书捐赠出去还是派出去。 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当这个隔离,当这个房间的隔离,当这个房间隔离,当这个房间隔离,当这个房间隔离。 封锁结束之后,你可以来印度旅游的时候,来印度朝圣的时候,把你老公公的这个骨灰带一点撒到这个圣地、圣河、横河。 That's also very powerful to get rid of any karma. 这个也是非常有助于非常有力量的能够摆脱能够去除一些夜宝的方法。 to give him a good position in his next life. 让他在下一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OK。 OK。 Next question from Sugita Sangha Dasi. 顶拜 Guru Day 和翻译。我们离开曲铁的时候,不可能有很多奉献者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唱颂圣明。我们听帕帕德的录音或者奉献者唱颂圣明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吗? 是的。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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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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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拜Guru和所有的奉献者,请问Guru,Krishna的无限的意思是没有编辑吗? 那怎么会说我们是Krishna的编辑能量? A basis to Guru and all the devotees, I want to ask,what is the unlimited mean of the, because Krishna's one quality is unlimited, so why we say,we are the,we are the,bienji nang liang? Why are we bienji nang liang,and why is Krishna's qualities unlimited? Is it two questions? I think these two,means he have some,he think these have some contradictions, because we are the,marginal energy,but Krishna is unlimited,unlimited means no,no,marginal,no. Unlimited means,means nothing marginal. Well Krishna's unlimited means that there's,his qualities are unlimited,his potencies are unlimited. We are the,the marginal potency,because we have some freedom,we can choose between the material world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We are the,the marginal potency,because we have some freedom,we can choose between the material world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We are the,the marginal potency,we can choose between the material world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So,Krishna's,yes,Krishna's potencies are unlimited,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Krishna gives us independence. Krishna的能量確實是無限的,但是我們也要理解,Krishna給了我們自由意志,獨立性。 Krishna給了我們機會,讓我們選擇我們到底想要在哪? Krishna給了我們機會,讓我們選擇我們到底想要在哪? We are under the material energy or under the material energy. 我們確實是邊際能量,但是我們不是一直處在邊際之中的。 我們要么就選擇在靈性能量之中,要么就選擇在物質能量之中。 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改变Krishna什么 Krishna永远还是他的无限的 这就是主Krishna无限的本性 而我们是可以成为他编辑的能量 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他的编辑能量的话 也不能说明主Krishna是无限的 因为我们是Krishna的能量 我们只是Krishna能量中的一个部分 Krishna有很多的不同的能量 HaryaKrishna Yeah Next question Yeah Sati Maharaj said Guru Maharaj Just the one before one people who said his father Living the body Sati Maharaj said This Maharaj already giving the donation And when we have the association We will have the faith to And then invite all the devotees to have the faith Okay very nice Okay 非常好 And the next question from Shamma Shamma Rajini Rajini David Darcy HaryaKrishna Guru Dating by the年华族 Ding by所有的奉献者 感谢翻译 Pai 书的马拉松来了 我们也正在准备派书 请问 Guru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也请 Guru祝福 让我们能够做好这项服务 Ara Krishna Guru Date obeys to your Lord's faith And all the devotees And the distribution The marathon of the distributing books is coming We also preparing to distribute the books So I want to ask What should we pay attention What should we care for about And we also request the Guru Ask Guru give us a blessing Yes, okay I'll give you bl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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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和別人生氣,盡量和別人生氣,盡量和別人交朋友。 而且你要非常小心你的安全問題,特別是女性在周邊活動的時候。 有些時候男士會利用女士。 所以女性要好好地注意好自己,保護好自己。 謝謝你,Guru。 Yuna說謝謝你,Guru。 感謝所有奉獻者的問題。 謝謝你,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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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tandalPrahubatki! Jae,Hari我們的uh reform。 谢谢观看